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千块 还记得创668的高点之后呢 就已经一路的下滑了 真理资本的这个说法 引起有一些外资分析师的讨论 前外资分析师陆行之 他提出了几大观察 他说香港分析师的报告 重要公司不会给亚洲分析师来分析 所以给辉达明后年资料中心 营收远高于其他人 有一点点不太正常 还记得Call Wars产能有限 对挥达GPU产能也太过的乐观 忽略超微对挥达的危险 又还得及其直追 对EPS预估居然是人家的两倍 他认为有点怪 所以报告出来之后呢 这个真理资本推出的挥达 一千块好像市场不领情 准股价并没有涨 好 老师我想问 不管说它给出一个 非常离谱的目标价 我觉得大家参考就好了 因为真的 这个外资的机构 比较不具有公信力 但我们认真来看好了 这个挥达在823要公布的财报 其实AI大军几乎都在看这个日记 能否续墙这一天很关键 所以在这天之前 AI概念股就是这样子 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的操作比较安全吗 我想目前来讲 其实刚刚陆行之提到了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股票涨的时候 当然大家会看法越来越乐观 可是真正知道产业的人 其实他讲了一个重点 Call Wars的部分 其实产能真的不太够 所以台积电要扩产嘛 对不对 Call Wars的部分 那试问一下 那回答了GPU的产能 会想象的 那金边的部分会这么多吗 肯定不太会的 所以我想 当股价慢慢的回挡修正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看到这一块 因为营收不如市场的预期 我想这一部分是这样 好 另外一个 你看一下 当然大家在等823号的 NVIDIA的一个财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 你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而不是一直只看台股的本益比几倍 什么东西 怎样 因为说真的 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当然我选几档 大家比较有所能想的 还有大家不知道的股票 好 NVIDIA的部分 当然大家都知道 你看今年 今年涨幅217% 你会觉得真的很厉害 217%对不对 真的是创新高的水准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 它的股价最久以来 确实也在今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个都没有错 好 人家做晶片的 你看一下 今年的EPS的预估值 是比去年同期成长 137%就一倍多 你知道吗 我给你的本益比 目前来讲 现在啦 现在给它的是57倍 它是做晶片的 它不是做代工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不能拿 其他的做不一样的东西 拿来跟它做比较 晶片厂商可以享有 比较高的本益比 对 没错 好 所以它的毛利率来讲 当然相对上来讲 也会是蛮高的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预估值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说 以它的预估值来看的话 其实上一季来讲 大家预期的EPS来讲 大概就是最近的 新高的一个水准 好 那我觉得 当然假如它公布的财报 不如预期 那我相信股价 当然就比较麻烦 那假如预期 大于预期的话 其实我觉得 它的股价 也不会像之前一样 一天涨20几帕 因为它毕竟处在 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 好 那这是NVIDIA 你要记得 它是晶片的 所以现在的本益比 57倍 用今年的EPS来做预估好 让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AMD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它就 这个所谓的一个 也是一样 NVIDIA的部分 对 好 NVIDIA的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 你比如说NVIDIA的部分来讲 它的毛利率 因为它是晶片 它的毛利率 上一季 再上一季 就64.63% 你看这个毛利率有多高 很高很高 对不对 真的非常的一个高 所以它才可以享有 比较高的本益比 你了解我的意思 好 来 那目标价的部分 平均的目标价来讲吧 是499.98 现在454.16 那我的意思 这个有42个分析师的预估值 就是说 这一档真的蛮多分析师在看的 有些真的就没那么多 所以我的意思 好 预估值假如这样 你觉得除非财报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亮眼 不然基本上来讲 要上条目标价 不会真的是太多 那当然我相信 它的财报一公布 这些会有改变 一定的 一定的 好 那当然还有一段时间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AMD的部分 AMD的部分来讲 我跟大家讲过 它最近来讲 并没有创今年的新高 今年来讲 它涨几% 82% 82% 大家记得 那你看一下 在最今年来讲的话 它的股价 是在大概2022年 2021年那时候 是历史新高 这一波 它并没有创下历史的新高 那你会说为什么 好 下一页我们看一下 因为AMD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 目前的本益比 当然以预估值来讲 42.5倍 因为它的EPS是比去年同期预估 是衰退的 它不是像NVIDIA是这样 然后它又是二哥 在GPU这一块来讲 它又是二哥 所以它的本益比 相对上来讲 当然就不能太高 你不能说我五个这一波 那就算了吗 你今年 因为股价还是毕竟 稍微要反映一下今年 不能跳过今年 直接反映明年 那你看一下 平均值的部分来讲 137.13 现在的股价116.8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的财报公布完 大家说不错 不错 不错也是这样的 也没有真的涨 好 那本益比 大概42.5倍好到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下一页的部分 这个是美超微 我们自打错了 对 这个打错了 少一个美 最近比较强的 反而是这个美超微 对 最近比较强的是美超微 我跟大家讲 其实大家都在讲美超微 美超微跟广达 跟这些有没有一样 其实真的不太一样 完全不太一样 因为美超微 其实它的CEO也是台湾人 跟NVIDIA跟AMD都一样 他们CEO都台湾人 其实都很厉害 人家是有可能把一个 钢板卷放进去之后 就一台伺服器出来了 它还有做什么 比如说切割 冲压 还有一些的电源供应器等等 它是从上游做到中下游 它不用去给人家做 对 然后它就做自己的品牌 对 我的讲 当然今天重要的 8月8号盘后要公布财报 这个市场上也没什么人在讲 当然这一档相对常来讲 当然是这档 可是重点是 我的意思是 大家一直在讲美超微 可是它根本跟广达 跟伪创 跟这些完全不一样 美超微没有供应链吗 美超微有供应链 那两三家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 但他们已经涨很多了 对 他们已经涨很多 这个我就不提了 好 来 可是它的上涨 你说跟广达这一些 有没有真的 大概你只能说一点点 因为我所提到结构不一样 基本的结构它就不一样 人家是真的 人家还有做软体 还有系统的整合一大堆的东西 你知道 你看一下 它今年预估的EPS 成长大概快接近一倍 它的意思以目前的股价的收盘来讲 它也才31.7倍 比超微会打低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毕竟它不是真的纯晶片 你了解我的意思 虽然EPS 今年预估大幅成长 好 那你看一下 这个股价来讲的话 其实今年涨了321% 那是不一样的结构 你知道吗 好来 那平均的目标价是282 对不对 那目前的一个价格是353 对 已经比大家平均的目标值了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只有七个分析师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一档公司在美国 不是那么重要 就比较冷门一些些 不像AMD 不像NVIDIA 这么多人关注 或者是像Apple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说好 所以你不能只有看这个 那我觉得好 你看下一页 有些人会自己行 说我看这个美超微很强 你如果来看它的本意味 重点是它的本意 人家今年EPS成长久佳来 我教大家看两家公司 这个都是品牌厂 那刚刚所提到美超微 有可能现在排名不是那么的强 可是因为它在台湾也要扩厂 它也在全球有在扩厂 应该这最近或这一两年 应该会有很多的产能出来 所以它有可能拼成全球第三大的 品牌的伺服器厂 我们看前两大的 第一大的叫Dale 第二家的叫惠宇 就HPE的部分 从惠普分割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HPE的子公司 这个都是全球最大的 这个是最大 好 这个是第二大 等会我跟你讲完之后 你就会了解你现在到底该如何 好 Dale的部分来讲 今年EPS预估 这个都跟台湾差不多 其实台湾的很多代工 不要说台湾的很多代工 台湾的电子业很多今年EPS 基本上都比去年衰退 大部分绝大多数 你给它就看到这个本意味 你会怕死你知道吗 9.8倍 这是什么概念 你看它的毛利率的部分 人家毛利率 你以为Dale他也是品牌厂 你以为人家毛利率只有7% 8%不到10%吗 没有 它不错 人家还有23.98% 那你看一下 今年涨多少% 33% 它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 涨了三倍 五倍好 平均的目标价54.89 现货价 大概50年 这个有 这个都比美超委还多分析师 这个还是七个你知道吗 好 然后我们看下一页 惠宇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它也是一样 它是从惠普分割出来 它也是云端 伺服器等等 它也是全球第二大的伺服器的一个品牌厂 你看一下 人家今年EPS预估成长 本意比几倍 你自己看一下 毛利率几% 34% 股价今年涨多少 9.28% 今年以来 所以你就看一下 目标价跟平均目标价 你看一下 所以当你了解这些东西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有些 没有在看这些 可是我觉得 当你了解之后 你该怎么去做评价 其实你自己心里会有一把尺 对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对 毕竟这个 全球最大的伺服器厂商 Dale 他也目前被预估才不到十倍的本益比 所以老师认为说 有一些这本益比 他的太高的 真的要留意 其实代工的部分 其实讲真的 比如说像伪创 基本上来讲 五成还是在NB跟PC 那他的伺服器当然有 有违影的带动等等 那广达部分也是类似的状况 当然Dale他也不是全部伺服器 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看一下 我们的涨幅 你看伪创 325% 今年以来 这是今年以来 不是从低点到现在 他的毛利率 第一季7.01% 上半年的营收是这样子 我把它秀出来广达的部分 上半年营收是这样 今年涨234% 他的毛利率6.6% 那你看一下 因业达的部分 今年上半年衰退 涨了143% 他的毛利率4.93% 其实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 技嘉其实也是像那种的状况 其实这是显卡的部分 今年涨215% 毛利率第一季12.65% 所以当你看了这些宏观的 当美国的看完之后 你应该就会了解台湾的AI 现在你要怎么去看它 到底是左侧的方向 还是右侧的交易的方向 好 那左右侧的交易 最后再老师会教大家 那我就来追问一下了 AI概念股 好多的本益比拉得很高 今年也涨幅过多的 如果说基本没跟上要小心 但目前看起来 整体资金还是留在这个族群 那怎么样来看 有没有转弱呢 老师说要看这IP股 IP股如果整挂都还没有熄火的话 AI概念股还是有机会 但这IP股有点两样情 因为创意跟世新走势不同调 怎么解读 对 世新的部分 当然它的EPS相对上来讲比较好 那创意的部分是破底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你看到这几张股票 你就知道IP基本上分歧 所以我才说 我刚刚一开始 就从一些风险意识的角度 来跟大家讲 其实你看IP的走势 大概有些的 AI的相关的股票 大概会有类似的一个情形 但AI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站上月线的大概有这些 那其实我想红准的部分 大概是像瓶盖 电动车 散热模组 生计等等这些 你看他7月已经说 Y1成长38.78 MO1成长24.78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除了这一题 郭董是不是要参选 他假如要我相信 最近印象非常的明确 应该会 你看 红海 在2019年 他那时候党内要初选的时候 宣布党内 这个涨幅大概36% 红准的部分来讲 这个涨幅大概有23% 所以我相信 这一次假如会议的话 红准因为是永宁基金 会议是他的最大股东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以红准为主的 那昨天张老师 在节目当中最后讲到说 其实我们从碳权概念股 因为毕竟他还没有 真正的把营收实现 碳权益概念股 在碳交易所上落之后 相关概念股会稍微的震荡 不过节能减碳 觉得是未来几年不可逆的趋势 你找现在比较容易赚钱的 跟简单简单相关的 反而有机会 只能点到是什么 9958的世纪钢 今天表现非常不错 是什么 留意这个风电族群 其实这一块我觉得是OK的 因为其实你世纪钢 它已经慢慢的创新高 但最近有回想 今天又上来 那世纪风电的部分 其实当然 那星光钢的部分 也是类似的状况 因为它持有他们 那元大头孤的 今年明年 EPS的部分 去年大概1块多 今年大概4块5 明年大概5块4 后年大概5.95块 所以是说星光钢持有 世纪钢 跟世纪风电 对 所以他们股价涨的时候 其实因为他们都已经 我觉得这个就是水涨船高 就是它有这些的 所谓转投资的部分 当然本业又好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 好 感谢赵丽老师 今天花了很多时间 从美股各大的 AI的指标族群 跟伺服器族群的 本益笔 法人预估 给大家一个做全面的检视 那毕竟AI概念股 今年以来都涨了 100多% 200多% 300多%了 怎么样看到 尽管未来的前景无限好 但是还是要留意 最高的风险 那资金可以转向 这个具有 节能减碳长线风电题材的 包含世纪钢 世纪风电 他们持有 持股的星光钢 如果说你对这些股票 任何问题的话 您都可以参考 画面上面 我们赵丽老师的大头娃娃 用手机扫一下QR Code 刚才那些 美国重要级财报的分析 毛利率的观察 都可以跟老师来询问 老师有空 就在Lite里面做分享 那相关的持股问题 也可以在Lite里面做询问